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违背围州警察官的期望标准 严重的警察失当行为及贪污 可包括襲击、泄露警队敏感讯息、严重包庇、受惠行贿、诈骗及非法歧视 你可以投诉个别警察官、安保警员、警察拘留官或公务员 并在IBAC的网站递交投诉或资料报告 在你行动之前,以下动作可以帮你准备 首先,先了解IBAC是否一个投诉或提交资料的合适机构 IBAC不会就无礼行为 会应时间缓慢 或者制服不恰当等行为展开调查 我们也不会调查交通事故和交通违例事务的结果 或者法庭判决 你可以直接向违背围州警察提出这些问题 下一步,尝试将所有资料准备好 提供事件发生的经过 何时、何地及涉事人物等细节 并附上视频、相片或其他事件相关的文件 都大有帮助 我们会以电邮确认收到你的投诉 你可以回复电邮来提供更进一步的资料 在你作出投诉后 IBAC会审查是否需要当局调查 要转交与违州警察处理 还是撤销投诉 如果没有足够资料展开调查 又或者IBAC或违州警察都无法调查该案件 那IBAC就会撤销投诉 我们会优先处理涉及严重 或系统性的警察失当行为或贪污 投诉可能需要几周的时间评估 我们会与你保持联系 通知你IBAC的决定 有时候 市民对于投诉犹疑不决 因为他们怕会遭受到如欺凌 或者解雇等负面影响 IBAC会评估每一个投诉 来决定该投诉是否归类为公众利益揭密 如果你的投诉是公众利益揭密 你的身份将会被保密 你、你的家人、朋友及同事 因此而受到欺凌及迫压 都属违法 如果你不想作出投诉 你也可以递交一份资料报告 即是指 资料会传到我们的机密档案里面 协助我们的调查及防范贪污的措施 投诉及资料报告可匿名递交 但这即是说 我们将无法在需要时跟你联系 取得更进一步资讯 以及我们无法向你通知结果 请记要包括所有相关细节 IBAC会谨慎并依法管理你的个人资料 举报警察不当行为及贪污 有助确保警察的行动依法 专业 且符合专业操守 就算我们没有调查这些问题 但是对于IBAC来说 知道问题存在 并指会我们的情报及调查人员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如果你怀疑有贪污 或行为失当等情况 你可以作出行动 联系IBAC 我们会有免费口译及翻译服务 提供你需要的语言 协助你与IBAC进行沟通 投诉及资料报告 都可以以任何语言递交 若想知道更多资讯 请访问IBAC网站